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毫不吝啬赞美到我第一遍听一下子就觉得太好了 周深这个名字不仅在乐坛的分量越来越重 在影视圈也备受欢迎 那些不堪入耳的标签 他终于用实力用时间一个一个把他们撕掉了 1992年周深出生在湖南绍阳一个小山村里 家里条件不好 父母决定到贵阳打工赚钱 把他和姐姐留在了家里 两人成了留守儿童 在周深的记忆里他是一个人长大的 没有父母的照顾 六七岁就要自己学着炒菜做饭 放学回来也没有感受过家的温暖 有时遇上下大雨 别人的家长撑伞在校门口等候 他却从来没人接 即便是感冒发烧去医院 也是自己一个人去 至于家长会 父母就更是常常缺席了 只是父母努力在外挣钱 为的也是把他们接出大山 终于在周深三年级的时候 一家人决定在贵阳落脚 做的也不是大买卖 就是挑着扁担在街头卖包 日子是苦了点 但毕竟是从山里走到了成立 原先在老家 老师们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 能力水平也有限 所以周深的音乐才能并没有被发掘 可到了成立 他突然受到老师表扬 这孩子唱歌真好 从来不跑掉 在达此时开始 周深意识到了自己的声乐优势 老师让他进了合唱团 还当上了领唱 对于山里娃周深来说 这是何等光荣的一件事 于是他越唱越开心 越唱越喜欢 好景不长 周深很快就遭遇了人生中 第一次重大打击 上中学时同班男生都开始变声 有了一股阳刚之气 但周深的声音一点变化都没有 放在男生堆里 他一讲话就好似一类一般 周深变得不爱讲话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他也尽量压低自己的声音 可尽管如此 别人还是会嘲笑他 不男不女两炮 而且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 小小年纪哪里承受得住 如此大的压力 他一度开始怀疑自己 变得不自信 整个初中三年 他总在没人的角落 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声线 但命运就是要让他与众不同 这导致即便爱唱歌 他也再没当众唱过一首歌 本就内向的周深变得更加自卑 周深并不想因此而放弃唱歌 他幻想着如果有一天 别人只能听见我的歌声 看不见我的人 那该多好 于是巧了 他偶然了解到了网络歌手这一角色 毫不犹豫地在音乐平台注册了账号 以卡布勒作为网民 开始在虚拟的世界里享受着音乐 当时卡布勒芬唱得华生孤岛的金 很快吸引了大批的网友 很多网友喊他卡布女神 他重新找到了唱歌的勇气和力量 周深爱唱歌 但学习成绩并不算突出 重心没有放在学习上 导致他高考失利 父母一番打听后 劝他上乌克兰留学 学医 一方面是因为那边的学费便宜 另一方面原因是父母觉得 学医回来后能够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周深也是听话 曾从父母意思 周深一人去了乌克兰 选择了医学专业 不喜欢终归是不喜欢 周深以为只有国内的教育 是整天考试做试卷 没想到去了国外 依然逃不开整天做试卷 整整一年时间 他都没有对医学产生半点兴趣 正值有位老师听过他唱课后表示 要收他为学生 于是周深向父母提出 我不学医了 我要学音乐 这件事情成了他和父母之间的一大行结 在父母看来 学音乐今后没出路 养活自己都难 所以他们是并不支持的 只是周深一意孤行 他顺利败是学生学 可是才学了半年 就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意外 由于每天练习强度太大 周深换上神代小姐失声了 他说不出话更别说唱歌 他感受到老师的急功近利 以养病为由离开了那位老师 后来他又打听到一位出名的南高音老师 蒸蒸软磨硬泡了三个月之久 才让对方收下他 这才使他专业的音乐道路真正不如正轨 在文络上小有名气之后 周深被邀请参加线下的演出 他开始担心 担心自己的性别又会引来一番热议 担心好不容易彩蛋清的那些标签 又通通被贴回来 中国好声音邀请了他两次 他因为不敢面对都拒绝了 直到后来他自己想去酒吧助唱 赚点钱被拒绝 他一度怀疑我到底行不行 2014年好声音的导演 励志一定要请他来 于是长达两三个月的时间 一直给他发信息发语音 周深感受到了对方对自己的重视 最后鼓起勇气参加比赛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让四位专业的导师听一下 我是不是能够唱歌 能不能唱出自己的未来 那个时候后场的家属区空无一人 周深孤军奋战 父母最后还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报道 雅尔资本的眼光是很利益化的 周深虽然得到了三位老师的大力赞扬 最终还是被淘汰了 这就是现实的残酷 但是不可否认 周深的歌还是唱进了很多人心里 他的知名度比以前更高了 机会也更多了 2016年蒙面唱将猜猜猜猜向他发出了邀请 想让他以男扮女装的形式出现在观众面前 周深犹豫了 这是他内心深处最害怕碰触的一个东西 但一想到这样的节目 可以让别人不知道你是谁 只是安安静静听你唱歌 他就不舍得放弃这个机会 后来他同意了 踩着九厘米的高跟鞋上台 一张口大受好评备赞天籁 可是等他把面具摘下以后 弹幕变了个天 那么好听的歌竟然是个男的唱的 真恶心 该来的还是来了 可是与周深而言 对于生鲜的困扰 他又能怎样呢 这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他无法改变 只能接受 为何就要频频受到嘲笑和讽刺 他很优秀 但他却承受了比普通歌手更大的压力 可以说周深为了实现自己的唱歌梦 走得太辛苦了 他并不要求自己出名成为明星 他只是想简简单单总有一个舞台 但他永远无法避免一个问题 当一个人在评判周深的歌声之前 永远要探讨性别 永远难以纯粹 而作为一个歌手 周深也多了一个等待被人接纳的过程 好在纳英把他介绍给了高晓松 高晓松感受到了他的才华和与众不同 他说 我这辈子不惜代价制作专辑 只有三次 第一次是为了小科 第二次是为了朴术 第三次就是为了周深 被群潮了12年 周深终于等来春天 一个平平无奇的山里娃 能一路顶着压力 坚持梦想 让别人不惜代价 自掏腰包 投资自己 这是何等的魅力和荣幸 从一手大鱼得到大家的认可 到如今成为影视剧主题 去热门顶流歌手 大家对他魔鹰王子的封号 真的值得 周深没有帅气的外表 高大的身材 阳刚的音色 但他在追梦路上 一直没有被打倒 就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相信每一个追梦人 都有属于他独特的光 周深是好样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圈内娱乐 敬请关注哦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